今次這個選舉是中央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 是第一個選舉 特區政府是非常高度關注和重視的 我自己作為立法會議員也是當然選委 我們有必要是要走來一起見證 我們期望一件事是愛國者能夠治港 亂港者是必須要出局 期望整個議會將來未來 特區政府好議會都能夠勃亂反正 重回正軌 而今次的選舉其實地區的層面提升了 地區的言論可以將地區的民意反映給政府 我們希望能夠選出一些委員出來選委出來 可以選出立法會的議員和選出特首 為香港的貿求福祉 在立法會裏面有一組界別 即是40個議員是由選委去投票 所以其實選委那個的使命 是比以往那麼沉重 那麼遠大 更持續 所以希望新一屆的選委會成立 是有一個更高的問責性 香港政府可以落實愛國者治港 也都希望 因為我是第五界別的 即是全國清聯這個界別的 也都希望 之後在香港這裡 無論香港政府好 或者很多的愛國愛港的各種的協會 社團都好 可以令到更加多的青少年 青年 可以有機會融入整個大灣區的發展規劃 選出一個能夠繼續帶領香港前行的特首 還有最緊要這個特首 要是為我們市民可以謀福祉 包括現在我們最必切解決的問題 例如房屋問題 我們怎樣跟國家去做一個配合 十四五規劃 以至我們大灣區的發展 怎樣做一個配套